这个公安局说 让我加一下这个coco 这个coco是他们公安局的公众号码 然后他发了一张 关于他的刑警照片 然后发了一个文件 说我涉及到洗黑钱这个案件 然后当时我确实很慌 小汪是河南人 今年23岁 他说对方发来了警官证 一张检察院的刑事拘捕令 说他涉及不法黑金洗钱一案 上面有自己的名字和身份证号 虽然自己没有去过北京 更没有做违法的事情 但看到这些照片 小汪还是有些害怕 他说现在你的卡上面 现在你的所有的卡都是不安全的 你现在去打车 然后办一张中国银行卡 他跟我讲说我的所有的卡 他都会给我冻结掉 他说办了这个卡之后 他要把我所有的钱 所有的保护到这个新卡上面 小汪就去办了一张中国银行的储蓄卡 并按照对方说的 开通了手机银行 把登录密码告诉了对方 同时把自己手头上的钱 都转到了这张新办的银行卡里 一共将近两万块钱 后来对方又提示他进行下一步操作 又说我的信用 信用额度也是被在北京一个人在利用 说我要查一下你的信用度 还有这个额度 他让我把所有的网贷 花贝 微博 然后协程上面的额度 都给打开 都给放出来 然后让我转到这个刚办的中国银行这个卡 小汪又到网上贷 微博等几个平台进行贷款 把钱都转到了储蓄卡里 他说这时银行卡里有六万两千多块钱 对方这时又说要验证一下这张银行卡的安全性 然后他让我发来的验证码 六位数数到三秒之后马上报给他 报完之后马上删掉 然后他让我把自己手机里面自己填到最大 所以我看到验证码只能看到六位数 没有看到上谁转钱 转第二次的时候我突然把那个信息点开了 我就发现这个钱就被转持去了四万多 然后我就慌 然后就去最近的中国银行去查了一下 里面只剩十六块钱 然后发现自己被骗了 小汪后来想了想 对方应该是登陆了自己的手机银行 把钱转走了 他在QQ上联系过对方要求退钱 可对方一直回避 他说自己被骗的整个过程持续了四个多小时 当时确实有些懵 而且对方一直跟他强调 千万不要把这件事情告诉别人 跟我讲 你现在这个事情已经涉及到很重很大 他说你不要给任何人电话 打电话不要接 发信息不要回 所有的来电提示都给我弄了 就让我把给关掉 微信不要登 他说你现在已经是 不要再家人再牵扯进来 你现在的已经是 赔偿多少多少万了 记者现场给这个QQ号打语音电话 对方一直拒绝接听 给对方发信息也没有回复 小邦说自己一个月收入也就四千多块钱 一年多的工资就这样没了 教训太深刻了 目前他向杭州金沙湖派出所报了案 188号我们经验记者